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6月24号 我的节目从我休假回来 昨天节目发出以后 我的订阅量呢 已经超过了八万 建民衷心感谢那么多朋友 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 尤其呢 我要说一下 有一位重庆的 有位姓渝的先生 他经常性的呢 小额打赏我 有时候呢 几块钱 有的时候呢 几十块 我呢 过去一直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 主要是呢 不愿意误导观众 让呢 有的观众认为我谈这个打赏的问题 是我希望呢 观众来给我打赏 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位余先生呢 他一直这么做 让我呢 心里十分不安 因为我完全能感受到他的经济水平 他并不好 所以他每次打赏的这个金额呢 也不高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一直坚持这么做 所以呢 他昨天又打了一笔小额的打赏 我真的希望呢 如果余先生你能看到我这个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感激 你一定不要再这样做了 因为呢 我的网站呢 虽然是接受大家给我的打赏 但是我希望呢 给我打赏的朋友呢 是个人经济条件比较好 他自己呢 家庭已经一事无忧 他给我一些支持呢 我愿意接受 但是呢 对那些自己经济条件本身不太好的朋友 真的 你的心有完全能够理解 观众们对我的厚爱 我真的是感激很深 尤其这次在日本 在台湾 很多网友呢 都热情的支持我 包括好几位法轮功的大法弟子 包括日本大阪的小胡 日本东京的美女小刘 让我整个在日本之行啊 让我非常的难忘 所以说呢 我希望支持我的朋友 你们都转发我的节目 能让建民的这个节目传播的更多更广 订阅数更多 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希望朋友们力所能及的支持 千万不要呢 在自己经济条件都还不失闷关于的情况下 还来支持我建民 我真的会感觉的很不安 好 感激大家厚爱的话就不多说 把节目做好就是对大家最好的回报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谈 台湾在昨天也就是6月23号爆发的 十万台湾民众不畏风雨走上总统府的凯达格兰大道 参加了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大游行 整个的这个游行展示了台湾民众反对中共渗透风化的决心 反对台湾的中共的各种媒体 现在啊 你到台湾也好 你到香港也好 你看到大量的媒体呢 都是中共的红色媒体 中共呢 现在直接攻占台湾呢 成本太大 对台湾呢 它们只是吓唬得更狠 那直接把台湾买下来呢 没那么多钱 那么中共怎么办呢 中共就是渗透去骗台湾人民 把台湾的媒体全部攻陷以后 用红色媒体去欺骗台湾人民 最终是吧 给台湾人民洗脑 所以说台湾才发起了这个拒绝红色媒体 守护台湾民主的这个大游行 整个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 在昨天的这个大游行中强调的是无党派 无产选人 不为任何选举造势 只为台湾平民说话 需要的呢 要的就是台湾有个干净的环境媒体 要的就是拒绝红色媒体的污染 要的就是一个台湾讲真话的媒体 要的就是一个拒绝中国谎言的污染 要的是一个为台湾发声的媒体 要的是一个拒绝中共金钱污染的媒体 所以昨天整个台湾民众 这个十万民众的大游行 年轻人占了主要多数 在整个台湾的这个游行中 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口号 无论是守候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 反对红色媒体污染 还是深远香港的反送中行动 都体现了什么 台湾和香港人民新联系 整个香港的问题 因刚来讲还在继续发酵 香港人已经慢慢的都提出了 自己的更高的诉求 因为香港的管制问题啊 最终是需要香港人采取普选的方式 目前呢 我认为香港人这个诉求的起点太低 你比方说香港最近宣布的 要成立独立调查的委员会 调查林郑月娥 提出强加给香港民共 把他们认定是暴徒的这个结论 要调查警方的这种暴力用警和违法用警的这个结论 这是香港方面提出的第一个调查方案 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发起对香港TVB电视台的这个霸看和抵制行动 因为香港最大的电视台现在成了CCTV了成了中共了 所以说他们一是要求调查林郑月娥给香港人民做出的不实的这个暴动的这个结论 第二个呢 是拒绝中共媒体在香港给香港人民洗脑 我认为这些诉求都很好 只是呢诉求的起点太低 我个人认为香港啊 目前的这个行动升级啊 不如诉求升级 既然你们提出的各种简单的要求 比方说调查港警啊 推翻这个暴力结论啊 这些问题香港特区政府都不能够给予你们满足 而且香港自97回归22年来香港回归的无数事实都证明了香港目前的体制已经失效了 所以我建议整个香港的民众应该提高他的诉求 把他们这个诉求提高到什么 特首和议员全部普选 设定一个最后的期限 然后呢 自行在广场上成立选举委员会 争取香港更多数人参与 那天在广场上已经有两百多万人参与 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了 因此就说广场上两百多万人完全可以选出自己的特首 选出自己的议员 选出自己的香港特区政府 由你们民选的政府来接管香港现在被中共控制的 林郑月娥的 帮助中共代言的这个港区政府 目前中共已经是内外交控了 无论是国际啦 国内啦 还是香港 现在都是争取你们普选和接管香港政府的最好时机 二百多万人同时上街 就已经展示了香港人民的主流民意 所以香港人民完全可以什么 争取普选 争取自己选举自己民选的香港特区政府 那么这样做的结果 很多人问 会不会中共经兑像当年天安门广场一样 开枪镇压呢? 我告诉你 镇压的概率几乎为零 除非习近平打算个绑议员 今天就做齐奥三十五和齐奥三十五的老婆 因为香港街头抗议的几百万民众 这个民众里面不简简单单是香港市民啊 这个民众里面有太多的人是有英美国际的 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国际的 中共你知道它镇压本国人民它从来不手软 它对本国人民它想怎么杀怎么杀 想怎么砍怎么砍 但是你涉及到外籍公民就有一个国际介入的问题 中共敢不敢在香港屠杀香港市民 因为杀掉的这些香港市民很多人有英美国际 如果你动了英美国际 你觉得川普总统会饶过他们吗 你觉得中共今天在香港坦克着机关家 还能够像三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对北京市民那样的屠城杀戮吗 因为今天如果中共把军队开在香港 对香港大开杀戒的话 那么香港死伤的市民中 不光有普通香港本地的市民 还有很多英美国际 那么这些外国国际的市民 一旦在抗议中受伤甚至是死亡化 你觉得国际社会就像当年对待北京一样 就这么算了吗 川普总统会让美国公民 就在一个世界上自由的广场上 被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用坦克着机关枪去屠杀吗 我告诉你 这种行为就跟伊朗击落美国战机一样 川普绝对可以用对等的军事行为对待中共 所以说我认为中共在香港 对香港市民像北京那样 如法抛制三十年前的大处杀 中共的这个概率 中共动骨的这种概率 几乎为零 一 没人敢下这个命令 第二个 下这个命令的话 它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真的在这个杀伤的人里面 有大量的外国公民的情况下 那么一旦西方政府对中共全部进入准战状态 那么习近平和彭丽媛毫无疑问 就是立即做乔塞事故 所有那些帮助中共设想的人 都认为呢 就要见好就收 现在既然香港政府已经搁置了送中法案 反送中的抗争应该平息了吧 很多人认为这样香港就可以保住其独立的关税地位 我告诉你讲 大错特错 只要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 香港就会面临着独立关税的地位的保卫战 因为如果美国不制裁香港 中共就可以通过香港成为它自己的一个产地 把它自己各种产品金钱通过香港洗锅以后 然后利用香港这个特殊地位 轻松地赚取大量的美金 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香港一直存在着给中共洗钱的 这么一个可能的这么一个地位的 美国如果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 就绝对要考虑香港的问题 香港只有获得自己的普选 彻底结束一国两制 明选出来的香港特区政府 摆脱了中共统治以后 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市场经济 才可能保持它的独立关税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 你要守卫香港 就绝对不能够在中共的淫威下 在中共的一锅两制下 接受香港这个特区政府对你们的共识 而是你们要明选出自己的政府 能够按照国际通勤管理 按照国际市场法则 从政东方民族的雄威 香港在整个反送中运动中 表现出来的这个智慧是非常操权的 例如香港终治的创始人罗冠聪 他就表示过 反送中运动没有领袖 全凭群众自发 年轻人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尤其是00后的中学生 参与的人数非常众多 这就是香港年轻人都卷入以后 它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因为香港是自由世界的一分子 中共目的就是要打击领袖 为什么你看互联网上有相当一批人 开始抹黑人家香港的黄之锋 目的就是要把香港运动引到领袖身上 然后中共又开始可以玩一轮 杀一劲百的游戏 这就是中共在香港不断去找所谓的幕后黑手 找所谓的领袖 然后去斩杀这些领袖人物 但是香港你看整个几次大游行 从百万人到两百万人 基本上就是各个香港组织只有一个召集人 没有那么多领袖涌现 但是有大量的香港市民都参与了这条行动 同时爆发出香港人民坚定的信心和不撤不退坚强的决心 所以说香港已经感染了台湾 6月23号台湾反红色媒体的游行召集人 就是台湾知名的网红 台湾馆长 他本身就是个平民 穷到根本没钱去上大学只能去当兵 台湾特种部队退役以后 现在他就是个商人 网红 健身教练 健身管管长 没有党派也从不参选官职 一身的刺青 有时候还满嘴上话 自嘲自己只有三公分 只有三十秒 就比雷顿夫那个十二秒多多少强一点啊 但是当馆长发起抵制中共媒体的游行之后 虽然台湾各方力量都在准备看他的笑话 你看啊 大雨天 又没有包车 又没有座位 又没有矿泉水 又不允许为任何选举造势 但是管长说得很清楚 没钱可以再赚 管长说商人也可以有祖国 明星也可以有祖国 网红也可以有祖国 所以经过整个昨天六二三的大游行 台湾的数十万民众在大雨天里面显示了他们支持香港的决心 也显示了跟中共媒体决裂的决心 同时更加是告诉了中共 台湾人民绝不屈服于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威胁 那么谁是台湾的红色媒体 经过昨天的反红媒之后 今天你看 六月二十四号台湾的几张报纸你可以看出来 一点都不意外的可以告诉你 哪些人是红色的媒体 哪些是守护台湾香港自由民主价值的媒体 台湾的国民党人已经完全投空 很多台湾的国民党人向台湾人勾勒了一副美好的蓝图 就是认为什么只要跟中共交好 台湾经济的就可以一日千里 你看看香港一国两制痛不欲生的样子 一日千里在哪里 你再看看澳门对中共都是百依百顺 但是澳门的经济发展了吗 香港也好澳门也好 他们的国际经济地位在9799回归之后 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这是明白的事实啊 香港澳门的经济现在非常低迷啊 香港的GDP增长现在已经不抵深圳了 深圳已经超过了香港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深圳有什么能力超过香港 那就是中共一国两制把香港制死啊 整个香港台湾世界对中国大陆也好 对海外华人也好 它的影响巨大 但是中共包装的各种人物呢 他们都粉末登场了 大陆有一个知名的公志叫肖仲华 是一个自称为经济学者的博士 这个人呢过去在新浪微博上经常有些博文 早期的博文呢 他讲他自己呢是热爱美国民主 是反对专制体制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哪一天突然被中共洗了脑 还是被中共收买甚至被中共拉拢之后呢 文风大便 现在肖仲华已经成为了 中共在大陆对整个西方民主诋毁的 重要的一个工资了 有人说是不是五毛啊 是不是共产党的媒体啊 是不是五毛我不扣帽子 我们现在就看看肖仲华 他在整个对六四问题 对香港问题他是怎么看的 这个肖仲华他有个言论叫做六四一闹 至少影响了历史进程三十年 香港一闹再闹至少影响了历史进程五十年 差不多就意味着一国两制所期待的香港的示范效应为零 连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可能都给闹没了 然后肖仲华就说香港你将在这场中走向死亡 你看看肖仲华讲的这个话 他是代表一个公治还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 还是代表五毛的言论 还是向往文明进步的言论 六四一定要影响历史进程三十年了 肖仲华自称他是当时的六四人 他也参加了六四运动 那么六四之后三十年 他成为中共这个体制里面获益的一个人 因为他获益了所以他赞美这个体制 他认为六四一闹影响了中国进程三十年 那么请问六四如果当年没有闹 肖仲华你今天有公知的地位吗 如果当年没有六四那么多人付出血的代价 有你中国今天的GDP发展吗 有你肖仲华今天成为一个所谓博士知识分子 还在那个这样知识化疗化疗山吗 香港一闹再闹影响历史进程五十年 香港人民就是因为你们剥夺了人家香港人民的自由 剥夺了人家香港人民的法治 剥夺了香港人民的进步 所以香港人民为了维护自由而闹 而这种闹是站在正有文明的立场 你让香港人就像大陆人一样 乖乖地臣服在中共的手下 被中共一叉叉的割韭菜 你希望中共统治香港五十年以后 就把香港变成内地的一个省份 那是你肖仲华按照共产党思维在说话 肖仲华在香港问题上他的言论 你可以去翻翻他的推文 他说香港闹事完全可以不管任期乱下去 只要暴乱发生直接宣布紧急状态 军队开过去监管就是了取消基本法 改成深圳的一个香港区 从深圳随便找个渔村的村长 就可以到香港去做渔村 这就是肖仲华的话 也就是他希望什么 中共直接宣布紧急状态 把军队开过去镇压 然后呢 监管香港 从深圳找个渔村的村长 当香港的区长 他就把一个香港 一个沉浸的东方民族 一个亚洲的四角龙 把他等同于深圳的一个区 对香港人的政府 他的手段 就是共产党的手段 派军队过去镇压 新闻部紧急状态 肖仲华的思维 就完全是共产党的思维 就是老子有枪 老子有炮 你不服气我就砍 我就是杀 在肖仲华的眼里面 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自由 他说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中国不是没有言论自由 是没有反党反政府的自由 他说他在中国算是大嘴 他怎么一直可以讲话 因为他知道他反对谁和他拥护谁 你拥护共产党 共产党当然给你赞美的自由了 但是你反对共产党看看啊 他说在共产党没有反对政府 反对共产党的自由 因为你共产党是一党专制 你是独裁 你当然不给别人的自由 如果是一个政府 一个政党 根本就没有给人民有讲话的权利 根本就没有给人民有反对的自由 那是什么自由呢 那是最大的限制自由 所以肖仲华就用共产党的理论 给人民去许恼 他是告诉你 只要不反对共产党 中国自由很大 肖仲华的言论在海外 跟他对应的就是加拿大的韩梅 韩梅跟肖仲华如出一尺嘛 无非肖仲华当年是一个六四学生嘛 最后是背叛了当年六四的理想 现在成为共产党的一个英权嘛 那韩梅是什么呀 韩梅在六四时候是一个女军官 后来转业以后又被中共安排到北京朝阳去当法官 为了当网红 他不惜丧失做人的底线去拨眼球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要当网红 你就要争取人家对你支持 而什么人支持呢 他韩梅一看 他就知道 韩梅从他自己当六四镇压的军官 和当法官的这个经理 他就可以看出 中国最大部分的老百姓呢 你要是掀起他们的眼球呢 就是要把他们当傻子看 因为呢傻子在中国最多 而韩梅的言论呢 直接是没有智商的 是让那些所有丧生的智商会给他拥护的 因此韩梅他会高声的喊说 六四镇压是应该的 学生市民死了白死 伤了白伤 香港市民反复动众是暴动 应该镇压 死了也是白死 伤了也是白伤 韩梅正在加拿大一个自由国家 他公开为六四屠杀辩护 曾六四发生了坦克人事件 实际上是证明了中国的高度人选 他否认镇压 否认吐槽 而且他认为邓小平对内调入精队 是因为当时李鹏的会长说 国家要失控 不能再乱下去了 因为所谓独裁政府的不能乱 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的独裁专制受到人民的挑战 而独裁政府为了控制人民的这个挑战 他就把人民说成是乱 把人民说成都暴动 完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就怕人民平公罢穴 造成什么造成人民上街抗议政府 因此邓小平就派出了军队学习天安门广道 韩媒作为一个六四参战的一个军官 一个曾经北京朝阳区法院的法官 像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英权 他是怎么到达西方的 加拿大为什么不去查一查的 韩媒在整个这次香港事件中 他曾经说过林郑月娥太软弱 为什么要道歉 就应该无力镇压 所以韩媒他用他自己这种疯狂镇压 无耻为中共无底线的屠杀所捧场的这种言论 已经博取了嘛 博取了小粉红和很多五毛对他的支持 因此他现在呢点击率上升了 他达到他的目的了 他所以说言论就一次比一次出口 包括他在整个香港事件中 他认为他认为那些维护治安的警察 就应该拼命的打死那些暴徒 这些暴徒打死我该死了白死绝不能中容 所以说对韩媒这样一个满嘴谎言的女人 这个女人她自己在2019年5月19号 她说她对苏宾间谍案是一无所知 但是她在2018年11月13号 却对苏宾间谍案坎坎而谈 谈中美航空工业保密级别的差异 也就是她自己的语言已经证明了她对苏宾案很了解 但是她又为什么要否认她对苏宾案是一无所知呢 她要否定苏宾是因为要掩盖 她和这个已经在美国法庭认罪自己是间谍的苏宾 在加拿大有深切的交往 苏宾移民加拿大尤其中国的富翁移民加拿大 尤其是那些投资移民 不需要技术不需要语言只要有前就行 韩媒就是专门在加拿大做这个生意的 她做这个生意就不排除把苏宾这一类 以投资人实际是间谍的身份移民到了加拿大 而在这个移民过程中韩媒究竟对移民资料做了多少虚假的陈述 加拿大移民局做了多少虚假的材料 加拿大难道查不出来吗 对韩媒这样的人为什么还可以让她逍遥在加拿大的这个法治国家的法治往外 对于中国大陆像肖仲华这样的工资 对于加拿大像韩媒这样的五毛 习近平现在不是要开发朝鲜旅游吗 跟三毛奖不是送中国去旅游吗 就首先应该把肖仲华、韩媒、司马曼 什么阮香、袁小亮这类都应该送到朝鲜去 让他们去体现朝鲜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因为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爱得很深 对共产党的专制他们感受很好 既然那么好你们就应该享受了啊 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他在上个礼拜次在华盾顿 他对美国总统川普说 他希望川普在下个礼拜 也就是本周在日本二十国集团 川普会晤习近平时候 能够提出两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人犯的问题 川普向特鲁多说 他会尽力帮助加拿大去解决和中国的问题 这特鲁多一天多晚就是求人 那韩媒就在你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把韩媒拘谱 为什么不能彻底彻查韩媒这个共党共军的女军官 共党的女法官 他移民加拿大归移民局说了多少谎言 他做了多少年的移民生意 他帮客户做了多少虚假的移民资料 如果他违反了加拿大的法律 就应该立即法办 刑犯后把他送回中国 送回中国去让他去热爱共产党 热爱他自己要爱的那个国家 尤其是特鲁多你求张三求李四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直接去查一查习近平的姐姐 习近平的姐姐姐姐夫有多少大量的资金隐藏在加拿大 他的来源是干净的还是来源是肮脏的 特鲁多你不能查吗 你查一查习近平的姐姐邓家贵和大家起脚脚 你看看中共是不是马上就来求你 你还要需要去跟川普总统去讲 把那两个人带回来 所以特鲁多这种人就不配成为加拿大的首脑 而韩梅这样的人之所以在加拿大能那么猖狂 也是因为他占了特鲁多这个白左 这个社会主义热衷的追求者 担任加拿大首脑之后 所以韩梅可以那么嚣张 但是我告诉你啊 正义有一天会迟到 但是绝对不会不来 肖仲华曾经歇斯基里讲过 将来民运人员对你们清算你们不要喊疼 我告诉你啊 要疼的是你肖仲华和韩梅 因为正义之间有一天会砍到你们头上 人民清算共产党最后的时候 你韩梅也好肖仲华也好 你逃不了人民对你们清算的 人民对你们清算的三半台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